花莲市民代表会副主席李政委 17号下午代表聚国团、花莲市团委会等企业社团 捐赠了23万2200元的善款给爱花莲爱新文化艺术基金会 同时也自掏腰包为花莲市公所工程队以及清洁队加菜 而张伟烤肉蛋吐司业者也一同响应 捐赠自制月饼 感谢市长以及公所同仁致力于推动花莲市政建设的辛劳 花莲市民代表会副主席李政委 17号下午在张伟烤肉蛋吐司业者张伟的陪同下 拜会市长薇嘉贤 除了代表旧国团、花莲市团委会等企业社团 捐赠23万2200元的善款给爱花莲爱新文化艺术基金会 同时也自掏腰包 分别自赠3600元的加菜金 要给清洁队及工程队在放逸期间与台风天的辛劳 今天是9月17日 9月18日是政委的生日 那生日也是政委感恩父母的日子 那也秉持这样的心情来感谢我们花莲市公所 那政委今天也号召了所有的青年 还有还有一些朋友 一同来捐赠善款给我们花莲市公所 那也希望花莲市公所能将善款发挥的更有效益 也藉由这次的抛砖引玉 让更多人来关心我们花莲市所有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在花莲烤土师颇受好评的张伟 也特别自赠了340颗的自制月饼 要感谢市长魏嘉贤与工所同仁 致力于推动花莲市政建设的辛劳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也有在贩售蛋黄书 花莲清洁队跟花莲工程队 然后在这疫情期间还有上次台风天 这样子的去打扫还有照顾花莲的市容 然后非常令人感动 所以想说趁这次中秋节 请他们吃一些月饼 那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李政伟副主席 还有我们的民间友人张伟考主师老板张伟 那特别带了一些物资 还有一些捐给我们食物银行的一些 金源的部分 那在此要谢谢他们 市长魏嘉贤指出 基金会会将部分散款来来购买 食物银行目前最缺乏的尿布与奶粉 而花莲乡亲如有发现周边亲友生活现困 急需帮忙 也可以向社劳客反映 市公所会尽全力予以协助 暂度难关 记者徐立琴花莲市报导